中国的汉字 与羊为宣 汉人的东西 整一碗羊肉汤 迎合早餐 那家墙 请到成都看见羊 家里带你去吃个迎合的早餐 走 这些迎合早餐应不迎合吗 哎呀 早餐的 我羊肉 来来来 真多 虽然到香肠羊肝 最百块的羊肉汤 好 哎 迎合早餐羊肉汤 哎呀 煎羊的羊肉汤 你给我看看 哇 羊肉羊炸羊血 啥子都有 寒冷的东西 整一碗羊肉汤 哎呀 说不惨了 这是农村的土香菜 必须放一把 这个羊肉有腹有瘦 蘸点辣椒 哇 上面都是蘸干了呀 哇 羊肉羊炸 哇ā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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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这个羊肝嫩滑 没得上闻的 来 碎米羊肉 碎米羊肉直接让它吃下 干了饭头 我认为政府的早餐真的有点满 应该早饭 应该早饭 他不吃早饭 他叫应该早饭了 来 羊肝 咬羊肉吃 这个吃在这会儿吧 正好来人开始充滞 爽不爽 这个碎羊肉拌着这个芹菜咬过来 嗯 又香又脆 而且他炒的是那种小鱼香味道 就是家常味 够了一点点醋 哇 加上这个芹菜和这个碎羊肉 哇 好香哦 你们特别的香皮肤 再来一口羊肉 煎羊的羊肉 我觉得是整个我们的参与地区 做羊肉汤做得最好的地方 它的羊肉汤 奶背鲜 他们先用鱼腰汤 然后再把这个 煮熟的羊肉拿来爆炒 炒然后再用鱼汤来煮羊肉汤 你晓得啥 中国的汉字 鱼羊味鲜 香肠来的 看一下非常熟悉的羊肉汤 我尝一下它 香哦 不怕 羊肉流的东西 最伏的调料就是花椒 吃我去的都还瘦了点 我还有肥腌的 更好 嗯 外国众 嗯 老板 让我再来海鲜面来 我这吃的都是在镇上的 开在镇上菜市场没变的 据说开了几十年 滚当啥 是不是 煎羊那边的羊肉汤 基本上是炒不辣 只是在这炒菜的调味上 有一点细味的区别 还炸饭 炸饭 这个厨师太舒服了 这个小鱼香的味道特别开胃啊 我想嘛 特别开胃 吃早饭一定要吃饭 嗯 早饭早饭必须吃饭 这个香肠配上这个碎米羊肉 黄金煮和 这个羊肉啊 火候炖得刚刚好 很怕糯 这个羊肉是一点的伤温都没得 食材 特别的水润饱嘛 啊 哦 还有啥 你在这里来吃这个羊肉汤 你还知道它是 中国的鲸鲸鱼的味 第一道 煎羊羊肉汤味 到时候你们要吃 碎米羊肉香肠 炒羊肉汤 OK 两个人炒点点滑度 亲自消费 210元